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文物是从农民自己家祖坟中挖出来的 算是祖传的一种 二者都各有各的依据 在当事人那里也产生了这种分歧 2016年4月13日 在贵州省尊义时镇安县安厂镇居住的陈世一族人 在配合当地的修路政策下 同意了迁移祖坟的要求 而在迁移的过程中却发现了意想不到的事 在挖祖坟的过程中 发现祖先的坟墓中存在数件珍贵文物 这一发现让陈世一族人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是卖掉吗 那对祖先有大不敬之意 还是再放回去 但消息已经传出 不法人士可能会到此偷盗 消息传到了当地文物馆那里 因文物的数目较大 引起了文物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同时到此勘探的工作者及时地告知了这些文物的历史价值 最后陈世族人明白了这些道理 同意将文物上交 在当年的4月14日举办了移交仪式 所以在今后遇到这种事实 大家应该记得 其的历史价值是国家富裕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